为了两万元的债务 两名男子既然不顾身边 还有老弱妇孺 就在苗栗街头互殴 警方表示 赖姓男子声称 徐姓男子欠他两万元不还 两个人在街头狭路相逢 赖姓男子回到车内 拿出脚铁狂砸对方车辆 并且爆发肢体冲突 最后双双挂彩都被送到医院就职 原警都赶到现场了 赖姓夫妻仍然气眼高张地表示 因为要自我防卫才会出手打人 可是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画面 却发现赖姓男子是从车子里拿出脚铁 一下车就冲上前去 朝着徐姓男子的车辆猛砸 节目调查原来赖姓男子前往徐姓男子家 要追讨两万元债款 刚好在路上遇到徐姓男子开车出门 上前拦车讨债不成 竟然不顾当时对方车内还有一家老小 就直接砸毁徐姓男子的车辆 引爆肢体冲突 导致两个人头部和手部都鲜血直流 直接砸 基因借贷纠纷 赖姓男子前往徐姓男住家理论 一言不合之下 赖姓男子直脚铁 将徐姓男子自脚客车挡风玻璃砸毁 打人的赖姓男子高喊是自我防卫 而被打的徐姓男子反控是对方欠他八千元才对 两个人的恩怨纠葛有待厘清 送医治疗之后 仍得陷医伤害及毁损罪嫌疑送法拜 借张星杰苗栗报道